今集我們不看面相了 我們今集看看獎 看看獎上有什麼獎文的特徵 代表自己人氣強 而且受人歡迎 甚至容易受到兵 要看自己算不算是一個受歡迎的人 那就要看看感情線這個起點位置 有沒有一些向上伸延出來的延線 原來傳統上有這些向上伸延出來的優線 代表他在感情或桃花運上 屬於一個容易吸引到人的人 甚至有點像今時今日所說的人氣 所以有這種掌紋特徵的話 即使不是說桃花 原來如果他從事一些 經常要接觸人的行業 都是會有好處的 生命線大家都應該知道在哪裡 原來在生命線這個終點位的位置 出現了一個好像三角形的線紋 原來也代表了這個人 很容易會跌入這些三角戀之中 看看你怎麼看 三角戀很多人都會覺得不是好東西 但是有這種掌紋特徵的人 一般都是會比較容易 同時會被一個甚至乎多個人去追求 所以某程度上來說 有這種線紋就等同於 有一個容易收到兵的特徵 講到這裡又要講講掌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這個月幽位置 我們一般又稱之為太陰幽 究竟是代表什麼呢? 太陰幽一般代表了一種的審美眼光 想像力和創造力 另外也反映了一種感情上的需要 如果一條線在太陰幽一直向上伸延到 無名指對下這個位置 而且這條線是屬於清晰和深刻的話 原來無論男還是女都好 都是容易得到人好感 甚至乎被人暗亂 所以都是屬於在桃花上的人氣王特徵 還有一款也是代表他容易有異性緣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款 這款也是提感情線 如果在感情線上 有一些在中途刪出來 而且向上伸延的細線條 原來也是代表這個人的桃花魂比較旺 甚至乎容易找到對象 所以都是屬於桃花紋的一種 不過怎樣也好 這些線紋當然要清晰 和比較深才是最好 好了 講完好的掌紋 下次我們又講一些 衰的掌紋特徵給大家知道